大家好,欢迎来到维森兽码生活,我是哈利同学 这是我们维森小讲堂系列的第一期 这个系列主要是根据大家平时在视频下面留言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会就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 结合我们自己的理解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这一期我们主要聊的是机械块门和电子块门的区别 还有很多朋友会说不太明白 为什么用电子块门会产生比如说色带了 平闪了,还有果冻效应这种情况 而且这两种块门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个 我们这期就来聊聊这些问题 之前我们有聊过R5R6他们机械块门和电子块门 是有不同的连拍速度的 一般来说电子块门的速度会比机械块门要更快一些 我们知道传统的机械块门 虽然我们拍摄的时候就听到咔嚓一瞬间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用很慢的速度去看 在相机的内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首先相机的快门分为前连和后连 在拍照的时候我们按下快门反光镜先升起来 然后后连和前连会分别的打开 让CMOS暴露在光线下就是曝光的过程了 然后曝光完成以后后连和前连会分别的再回去 这种复杂的机械过程就决定了 连拍的速度当然肯定不会说特别快 因为会受到限制了 其次会一定是有声音的无法避免的咔嚓咔嚓的快门声 然后拍摄的时候就肯定相机的机身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动 至于相机为什么会有前连和后连 还有一些相机还有电子的前连这么多不同的东西 这个比较复杂 我们后面会专门有一期跟大家说 这一期我们就主要来说一说电子快门 其实电子快门非常的常见 因为我们的手机所有的手机都是电子快门的 因为体积太小了 没有办法放下机械快门那么复杂的机械装置 电子快门其实不同于机械快门 因为它没有反光镜 所以说使用电子快门 我们在使用比如说微单 我们也有所谓的无反 在使用无反取景的时候 其实CMOS并没有被任何的快门连锁遮挡 它是一直受到光线的照射 当我们按下快门的时候 是通过给CMOS先锻炼 再通电来模仿整个快门连遮挡CMOS的一个过程 首先的话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这种电子的结构会带来更快的连拍速度 因为不会被机械的那种结构所限制 当然也可以带来更高的极限的快门速度 我们普通的机械快门 大部分的单反可能入门级的一般是4000分的一秒 稍微好一点的单反会是8000分的一秒 但是如果有用电子快门的话 在某一些机型上面比如说 我记得索尼的A9吧 如果你选择电子快门可以达到 32000分之一秒的超级快速的快门 同时大家注意电子快门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震动 零震动零噪音 没有快门声的话 对于比如说我们平时拍摄婚礼或者说那种非常轻柔的音乐会 哪怕是非常轻的一点点的快门声也是会非常影响观众的体验的 所以说没有快门声音这一点是非常棒的 同时传统的机械快门也会或多或少的给机身带来一定的震动 对于高像素的机型 如果我们用非常长的焦段来拍摄 机械快门给机身带来的震动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画质 举个例子来说 前几天中秋节我们用长焦想去拍月亮 我们用的是600毫米的焦段 用的是R5 然后配上一个增倍镜 也就是会超过了1000毫米的一个焦段 然后我们哪怕是放在三脚架上去拍摄 机械快门的震动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我们的成像的清晰度 甚至会影响到月亮在取景器中的位置 如果我们用电子快门的话 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成功率了 电子快门这这么多的优势 我们是不是应该一直用电子快门呢 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就要聊一聊电子快门所带来的巨大的缺陷 我们刚才也说了 首先电子快门它是通过给CMOS通电的方式来扫描的 但这种扫描它是一行一行扫描的 这也就是最直接的造成频闪和滚动效应的原因 这样收起来可能非常收像 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例子我们需要一个小小的一个助手 一个小小的打印机 我们看当我们扫描文件的时候 会有一个扫描头 从头到尾每一行扫描过这一整个平面 来记录我们要扫描的东西 我们通过对物体的移动来还原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高速移动的物体 为什么会产生果冻效应 我们在扫描的过程中 我们慢慢的移动物体 对应着我们在正常拍摄的时候 CMOS一行一行记录的时候 高速移动的物体 在每一行不同的记录的时间段 产生的位移 好扫描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所有的直线 都已经不再是直线了 而是斜线 因为从上一行到下一行扫描的过程中 物体的位置已经完全改变了 所以果冻效应也就就此产生了 大家还记得在一些照片 看到一些飞机的螺旋桨 是扭曲的那种的吗 这是一样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每一行扫描的时候 飞机的螺旋桨转得特别快 又因为螺旋桨是圆的嘛 做着一个圆周运动 螺旋桨上面每一个部分 它的角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每一行 它运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后会变成一个曲线 这种你通过后机是非常难修复的 好 这是果冻效应 我们所谓的频闪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其实很多灯光 大家看着是非常稳定的那种 但其实它们是在用非常高的速度 不断地闪烁的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 可能大家根本看不出来 可能一秒钟闪了五六十下 我们肉眼根本无法分辨 但是CMOS在记录的过程中 会把这个给记录下来 我们通过对物体的拿起和放下 来模仿灯光的那种 不断的开光的那种频闪 我们可以看到在扫描某些行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灯光熄灭的过程 那么就有了这种明暗的光条 而且这种是几乎无法通过后期处理的 我们经常会遇到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色带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颜色的一个bending 这个形成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些灯光它不是一直是一个颜色的 而是很快的在不同的颜色中间循环 这个颜色非常的细微 但是我们每一行扫描的时候 都会记录不同的颜色 也就形成了这种一条一条的色带 如果大家理解了这个 也就同样就理解了 为什么我们用电子快门的时候 是无法使用闪光灯的 因为闪光灯打亮物体的那一瞬间 是特别特别快的 主行扫描的CMOS 根本无法完整的捕捉到场景 整个被照亮的那一刻 很有可能CMOS刚刚扫描一半 整个闪光的过程就结束了 另一部分没有被扫描的画面 就是没有闪光的 记得我们刚刚说过手机也是电子快门 很多朋友就会说 为什么手机的电子快门就可以用闪光灯 而且很少会出现果冻效应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手机的CMOS 特别的小非常非常小 所以说扫描的整个过程也是特别短的 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是 手机的闪光灯其实 其实是敞亮的 在整个曝光的过程中 手机的闪光灯都是亮着的 再加上手机的CMOS真的特别小 整个扫描的过程也是特别短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电子快门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但是一旦电子快门出现了各种问题 几乎都是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通过后期的处理来修复的 所以说连发的速度 的确是比机器快门快了一点点 也没有声音也没有震动 但是当大家需要超高速连拍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可能也是比如说 拍摄超高速移动的物体 比如是赛车运动之类的 股东效应真的就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所以说我们的建议是基本上 大部分时间还是要用机械快门为常用的快门 哪怕的确是损失了一点点的连拍速度 但是至少比拍到了一堆倾斜的斜线 然后光暗交错的那种频闪要好的多了 而且真的没有办法去修的 真正到了一定需要电子快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需要完全的避免快门声 再拍摄婚礼的仪式 钢琴演奏会和特别重要的会议 需要完全的安静的场合 再比如说有些场景 我们真的需要多出来一点连拍速度 同时这个场景也不涉及到高速移动的物体和人 这个时候大家再酌情的打开电子快门 有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痊愈快门 痊愈快门就是说可以在同一时间 扫描整个CMOS的电子快门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的避免掉 所谓的果冻效应和平闪 让我们期待痊愈快门的早日普及 好维森小课堂就到这里先下课了 如果大家有学到一些东西的话 请大家给我们一键三连 我们后面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YouTube朋友记得订阅我们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内容了 好我们下期再见